大家好!欢迎收听《正确报》的节目 今节又想和回来分享关于中国被美国技术禁制的问题 昨天我看了一篇文章来自德国的媒体 当中分析到底美国这样持续对中国的技术打压有没有效呢? 结论就是在这篇文章中说这种做法其实是毫无意义的 这篇文章一开首席指美国以至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客 一个一个都会抠准中国的高科技项目 还说中国持续提升他们的科技品质和水准 是对西方国家构成新的威胁的 但这一点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权利去发展自身的力量 中国发展自己的技术 到底又如何构成对西方国家的威胁呢? 我能够想到的就是商业上的威胁 为什么?原因就是中国技术不断进步 搞到很多产品本来在西方卖得很贵 当一被中国的商家掌握并且大量生产之后 就会对市场造成相当大的冲击 因为中国所买的产品一向单在价格上 就已经对西方的产品构成非常大的竞争力 可能就是这一点就导致 现在不少西方政客都忍无可忍了 但是你不忍你都要忍的了 这个世界没有消费者会刻意去选择买贵物的嘛 如果大家是正常贸易 很自然的就是消费者会选择一些价廉物美的产品 不过这种所谓的威胁其实都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了 我们看到的就是最近这几年 西方的政客对中国预告货技的打压 就变得更加之厉害 压力也更加之大 因为中国制造在近几年 正是取得耀眼的成绩 它不单是具备相当的吸引力 有时部分的中国产品更加是比西方的竞争对手 是好出一大截的 于是乎 消费者现在已经比以往更为接受购买中国的产品了 在过往中国的产品 经常被认为是 价钱便宜 但品质就如垃圾一样 但是现在中国不单止仍然能够维持着价钱便宜 品质是提升了很多很多 尤其在过去的十年里 这种进步 我相信大家都感受得到 所以也很自然 越来越受世界各地的消费者欢迎 不过可能也是因为这一点 加上地缘政治也变得越来越激烈 所以现在对中国的打压就比以往变得更加厉害了 不单只是一些实质性的产品 甚至连网上的服务 社交媒体都可以说对美国的对手打到一破一碌 就像TikTok那样 我自己就有用TikTok 不过香港朋友就不能用了 只能用抖音 其实TikTok和抖音都是同样的应用 只不过抖音服务于中国境内 而TikTok服务于中国以外 TikTok以短视频分享为主称 当他们一推出 也可以说狂风掃乐业式不停吸收西方的用户 正因为这个原因也导致 TikTok的对手Facebook、Instagram、Snapchat 在过去这几年真的没什么增长 而TikTok尤其是受到青少年朋友所欢迎的 就算Instagram、Facebook等等都抄袭TikTok那种短视频分享 但无论如何他们怎么抄都好 都没办法跟TikTok进行有效的竞争 我自己在以前还有用过Instagram 但Instagram里面的内容真的越看越无聊 来来去去都是一些美食 没错是有短视频 但短视频也是很无聊、很无谓的 反而我在TikTok就发现更多更有趣的视频 而且TikTok的视频一般是跟我们周遭发生的事情更接近 例如在电视上热播的新闻 很多时候都会在TikTok上找到类似和类近的视频 在这方面Instagram、Facebook的短视频功能就远远串串做不到这一点 我举个例子 例如在过去这几个月 加沙的战争一直以来都是各大新闻媒体的业势 在TikTok上 几乎可以说得上每天都有滚动新的有关加沙地带的新闻 以及其他消息 不过在Facebook、Instagram和Snapchat 你都是看不到或者没什么有关加沙战争的资料 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 TikTok能够吸收到更多和更新的内容出来 但是他的对手就远远串串串做不到这一点 除此之外 由于TikTok那种快食易入口的方式使得很多青少年都很容易爱上了这个应用 但是Facebook、Instagram也都一样做不到这个效果 虽然Instagram也有短视频 但是来来去去都是一些没什么意思的内容 而且很多时候 有不少人都宁愿直接在TikTok里面下载一些视频再上载到他们的Instagram的账号 或者Facebook的账号 但这种做搬运工的行为我觉得很无聊的 我要看我倒不如去回原本的TikTok账号来看不就更好 而正因为美国的社交媒体没办法跟TikTok竞争 所以使得在美国的商界都认为这种来自中国的应用实在很强劲 所以恨不得要把它据为己有了 除了社交媒体之外 中国能够推出一些还要比西方更好的产品 甚至乎念移动通讯 大家都知道中国在移动通讯的龙头就是华为 要知道 在华为被打压之前 华为在世界各地都有非常多的生意 有不少的国家当地的电讯网络 其实都是由华为所铺设的 甚至一些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国际通讯电纜 以及海底光纤都是由华为负责的 如果华为没有被西方国家打压的话 相信华为最终恐怕 是会完完全全壟断整个欧洲都未定的 因为在过往华为也非常受欧洲不少国家所欢迎的 如果我们看回过往的历史 以前华为出的手机 是直接跟Nogia、Sony Ericsson等等直接竞争的 一开始的时候 华为买的手机还要比Nogia便宜 但后来就慢慢向质量比拼 甚至乎在一些政府的项目里 华为也能够在标书里成功获得政府项目接来做 例如在德国、奥地利等等 华为是做不少政府的生意的 但自从孟晚舟事件开始 一众西方的政客也忍不住要打压华为 那些打压的方式其实真的没什么效 要知道华为在5G网络方面拥有很多专利 就算华为现在不再替任何国家铺设5G网络也好 其他公司也会需要用5G 只要一用到5G的技术 也无可避免需要向华为付这个版税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不少西方的政客也觉得需要打压华为 之后也出现 由美国为首 然后去到欧洲等等 的政府部门就考虑禁止TikTok 除了软件之外 连其他设备 例如光刻机等等 都落阶不再容许出口到中国 这系列这样的保护措施 当它推出之后 很多人拍烂手掌 但其实说到底这些措施只能拖延一下时间 因为中国在技术进步的方面 是不会因为这样停止的 最多只是没有以前走得那么快 还有 有不少人也认为 这些措施的推出 是会保护到商家的利益 因为不需要再跟华为这种工队竞争 因为当华为要接政府生意的时候 往往出价都是较其他同行为之低的 而这种做法也令到 西方的企业 没有办法跟华为竞争 现在由政府出手 禁止华为 也使得不少商家 是拍烂手掌的 但是说到底 这种极强的保护主义色彩 又有没有用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 当一些项目是由 西方的企业做回之后 反而 花的钱要多了 但是质量也没有上升 在这样的情况下 也会在公众里造成一定的反弹 所以 也因为这个原因 不少西方的政客 也很喜欢 继续借华为 来炒作 民粹主义的 使得大众真的认为 华为是一家很危险的公司 但是说到今时今日仍然都是那三笔 例如说 华为的产品 是可以给中国政府一个很强大的后门 可以入侵用户的个人电脑 甚至乎盗取个人的资料 但这些只虚忽有的理由 一直都没有任何有效的证据支持 所以 这些这么空泛的陈康濫调 说久了 都越来越少人相信 而在我昨天 也有一节节目 出在《正向报》 节目的名字叫做 《中美技术冷战升级金融时报》 就说 中国政府 金融英特尔芯片 和Windows系统 这一则消息 德国的媒体 也对此作出一番批评 内容就是这样的 金融时报在这个时候 发表这篇文章 就说令到中国有点尴尬 原因就是 现在北京正正在举行 中国发展论坛的国际经济会议 而且在上星期日的时候 中国总理李克强和财政部部长 我所知这是德国的财政部部长 南佛安 也一起出席这个会议 而《金融时报》所发出的讯号就是 虽然中国目前处于经济放缓的阶段 但是作为一个巨大的市场 中国是拥有一个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是一个值得投资的地点 更加希望借此吸引国际企业 而在会上也有各大巨企的老板在 当中包括苹果的CEO Tim Cook 《高通美光》 以及AMD的执行长 蘇智峰 在这个时候 《金融时报》刊登这篇文章 让人的感觉就像是向中国潑冷水一样 但现实上 《金融时报》这样做法 没有动摇到一众 西方巨企的老板的心意 仍然是希望继续和中国进行紧密的合作 同时中国也对这种说法作出批评 就是西方政客 首先法兰向中国的科技进行打压 正因为这些政策也导致中国 不得不安排自己的后备应急方案 所以西方国家希望和中国脱勾 但同时也导致中国做好两手准备 在以前根本不会 因为过往大家合作非常好 根本没需要你防我我防你 但现在搞到 西方又要防中国 中国也要防西方的打压 所以就是这个原因 西方对中国的科技战到最后 其实就只会鼓励中国要独立起来 要有后备的方案准备 就是万一西方直接的技术封锁 自己也要有后备方案 摆定在这里 以拆安全的 所以 德国媒体的结论就是 西方对中国的禁令是没用的 反而西方更加要 放开胸怀 应该接受挑战 因为这些禁令 最终就只会固纳自己 还有就是 西方国家的政客 不应该经常 再摆出一副 受威胁的姿态 当中包括 中国的电动车 无线通讯网络 社交媒体等等 产品 经常被人说很危险 但是如果再是这样圈掩 究竟还会有多少人信呢 因为 说到底 这些西方的政客 就偏离了一个本质 就是公平竞争了 更加需要苦心自问一下 为什么中国的制造品质越来越好 对消费者越来越有吸引力呢 例如 好像中国的电动汽车那样 竟然可以一下子 跃升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 作为传统的汽车工业国家 德国在面对着 来自中国前所未有的竞争 更加可以说 是有史以来最强劲的竞争 到底德国会选择走一个 接受公平竞争的道路 还是要制出贸易保护主义 把中国的产品拒之于门外呢 因为如果是正常的公平竞争的话 其实大家都可以提升自身的技术的 但是如果放上贸易保护主义的话呢 我可以肯定保护主义 只会带来完完全全的失败收场 而最后这篇文章还特别建议 其实德国应该要参考一下中国 怎样可以在其他国家建立相对的电商平台 为什么中国能够做得到 反而德国自己就没这么做呢 如果德国可以好像中国那么进取的话 在其他不同国家为德国的产品建立相应的电商平台 其实这些方案真的可以直接抄中国的功课 但是德国的企业就没这么做 其实是否代表着德国企业的决策层太过守舊所致呢 可能会是这样 因为当想到要学中国的营商模式 要知道一直以来西方的产品 总之多贵也好 怎样都会有人买的 尤其是不少中国人对德国的产品可谓吹之若目 可能就因为这种自大而有骄傲的心态 导致他们在面对新的挑战的时候 也表现得很傲慢 但现在发现我认为都是为时美满的 只要能够认清自己的不足 从中做出糾正 相信竞争力也能够提升起来 而文章去到最后的总结就是 这种盲目的保护主义 与中国躺开大门的营商环境 是造成强烈又鲜明的对比 而较早前 财政部副部长廖敏 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 中国的营商环境 是没有最好 但只有更好 而近来政府的采购里面 中国对外国企业 与中国境内所生产的产品 也都是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对区别内外之企业的规定 以及做法 已经经过清理和整顿 并且更加注重与外商及其他投资者 进行沟通 积极解决政府内部采购的问题 以及更加乐意 优化税务等方面的问题 反之西方不少国家 竟然想到要和中国落集 你说是不是很落后呢? 好了 关于中国技术禁令的话题 今次就说到这为止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的看法呢? 如果同意的话都希望你点个赞 甚至乎将这一节分享出去 又或者在本节目下留言 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好 今次时间到此为止 下次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